七八爪 八爪 八爪 七八爪 八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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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是主獲的樣子 然後 開箱不是我拍的 我老婆拍的 然後它裡面是 他們自己的 自製泡菜 裡面有7顆丸子 其他是我們自己加的 這個使用說法 使用的說明 它有 它有那個 它有泡菜鍋底解凍過後 然後 剪開湯底 然後讓高湯級功能倒進去 然後煮費 然後可以加油的沒有的 OK 它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可以拿走了 然後裡面說有7顆 小顆的 小顆的都是 小顆的就是義美那附的 大顆我們自己加的 大顆我們自己加的 我先喝一下味道吧 那個自製的泡菜 滾了吧 應該沒有壞掉 應該沒有壞掉 應該看一下味道 再熟一點 今天是台式口味 這不是韓式泡菜 還寫韓式喔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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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味道感覺是蠻清淡的 感覺不出像韓式的感覺 比較像台式的 等一下再煮加料 下一組 好了 現在我們 已經加完肉了 OK 加完我們這個金門的豬肉 金門的豬肉 也是冷凍的喔 雖然切得比較厚 可是金門的豬肉 然後 其氣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加了 我們老媽自己種的 文廷門自己種的青江菜 然後這湯頭是 左邊比較濃 右邊比較淡 可是我這湯頭 我喝起來感覺齁 其實是蠻台式的齁 它有它自己味道 它是鹽的泡菜 所以不屬於任何人的口味 它湯頭是蠻溫馴的 然後一般都可以喝的味道 不會藍喝 蠻好喝的 泡菜就是它自己的味道 不會說像任何人的那種泡菜味 那一般般的 一般人都可以吃的味道 所以這個義美是 義美的鍋裡其實都不會很雷 像我之前有拍過那個 它的那個麻辣味道 它永遠的辣椒就是它自己的辣椒 就是它的辣椒 罐子辣椒 很好吃齁 所以它自己的食物做的 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像義美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那個 它那個蔥花餅 蔥花餅蠻推薦的 蔥抓餅或是蔥花餅都很好吃 然後這邊是比較淡一點的 我們就要自己想要吃火鍋料 其實因為你 加了肉 或是排魚下去 它整個高湯味道會提升出來 把這個 這個泡菜的味道會更襯托 所以這個義美還不錯真的 還不錯吃 那湯頭啦 湯頭你看到 湯頭味道 我不落盡了齁 再一點點點酸酸的 整體也蠻好吃的 OK 好啦 那影片分享就到這邊啦 最後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我 我陸續拍一些 開箱的火鍋裡的影片 OK 拜拜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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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